有一个夏天的夜里 月亮高高地挂在天上 在澎湖湾的海滩上 有一群小绿西龟 正聚精会神地听着长老龟 说着群族的历史 孩子们 每一位通过成长考验的绿西龟 都会得到一个闪闪发光的马尾枣团 长老 什么是成长的考验吗 考验 会不会很困难 我们通过考验 就真的可以得到马尾枣团吗 会的会的 你们只要下定决心 一定可以通过考验 得到属于自己的马尾枣团 好 下定决心 我们一定做得到 这个时候 长老龟拿出一个魔法紫水晶项链 对小龟们说 一路上你们会学到很多东西 把你们学到的事情 在心里告诉这颗紫水晶 紫水晶会感应你们的心 带领你们找到属于自己的马尾枣团 谢谢长老 那我们出发吧 出发咯 出发咯 孩子们 下定决心 勇敢地去寻找属于你们的马尾枣团吧 出发咯 小龟们游啊游 遇到了一群小黄漆尾 拥有自在 愉悦地玩耍者 你们在做什么呀 看起来好快乐 是啊 好羡慕哦 我们在玩呢 你看那里 还有那里 我们顺着不同的洋流 就可以轻松地游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 会游不同的风景 还有许多美味食物 发现许多好玩的事情哦 哇 好棒哦 原来 走不一样的道路 去到不一样的地方 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事物 可以选择更多好玩的东西 小龟心里的话 说完的时候 紫水晶发出了一道光芒 这道光芒 引来了一群游得很快的奇鱼 哇哦 那是什么光 好漂亮啊 这是我的紫水晶 发出的光芒 哇哦 太神奇了 第一次看到耶 如果我们也有 那就好了 我才羡慕你们呢 我游泳游得好慢 你们游得好快哦 就像闪电一样 要怎么样才能像你们一样厉害呢 哈哈哈哈 看看我这天生的好体格 再加上勤奋的练习 就可以游得又快又好呀 好厉害哦 好厉害哦 你们才厉害呢 听说乌龟很长盛 都可以活得很久 不是吗 对啊 我们族里的长老 很多都已经一百多岁了 情言和智慧都不同凡响呢 此时小龟们不约而同 想到长老龟都露出灰心一笑 还有 我们也可以到陆地上探险哦 对啊 所以我们的天赋不同 专长也不一样呀 对了 你们到这里来做什么呢 这里不像是你们的栖息地呀 其实 我们是来找马尾枣团的 只不过 还不知道它在哪里 请问 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到马尾枣团吗 啊啊 我记得好像有看过 但是 我游得太快了 只有匆匆看过一眼 现在已经不记得在哪个方向了 没关系 很开心认识你 我们继续踏险吧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天赋与潜力 我一定可以找到属于我自己的专长 这个时候 紫水晶发出了第二道光芒 引领小龟们来到了一片飘逸的海龟旁边 有一只小丑鱼从海龟的触手中钻了出来 请问 你在做什么呢 我正在帮海龟洗澡呀 顺便饱餐一顿呢 饱餐一顿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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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不可思议了 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咯 我们一边帮海龟洗澡 一边吃掉它们消化完的残渣 这时候海龟保护我们 不被大鱼吃掉 所以我们小丑鱼和海龟是最佳拍档 合作无间咯 你们超棒的 不仅互相帮忙 还一起生活 一起合作 一起成长 真好 这时紫水晶发出了第三道光芒 吸引了小丑鱼的目光 这是什么呀 好漂亮哦 这是魔法紫水晶啊 足利长老说 魔法紫水晶会帮助我们 找到属于自己的麻尾枣团 你知道哪里有麻尾枣团吗 原来如此哦 但是我不记得有看过麻尾枣团呢 我想 不学多问的抹香精 应该会知道哪里有麻尾枣团吧 谢谢你提供的讯息 告别了小丑鱼 小龟们听从他的建议 开始寻找抹香精 小龟们游了好久 又累又困 这个时候 眼前突然出现一面墙 小龟们都吓了一跳 差一点撞了上去 这是什么啊 好大 小朋友们 你们好啊 我是抹香精 原来 你就是鼎鼎大名的抹香精啊 听说您知道很多事情 请问您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麻尾枣团呢 我的确到过很多地方 看过很多新奇的事物 让我来想一想哦 哦 我想起来了 啊 来来来 上来吧 趴在我的背上 我带你们去 于是小龟们跳上了抹香精的背 跟着抹香精一起去探险 一路上 小龟们看到了许多不曾看过的风景 小龟们都看得目瞪口呆 这就是我喜欢到处旅行的原因 不停地探索和学习 带给我很大的乐趣 只要我还有力气 我愿意永远不断地学习 让自己更快乐 原来永远不断地学习 是这么快乐满足的事情啊 紫水晶啊 我也希望让自己的生命这么丰富充实 这个时候 小龟们胸前的紫水晶项链 发出了第四道光芒 这第四道光芒 比起之前的三道光芒 更大更闪亮 并且逐渐幻化成一大片的马尾枣团 阳光穿透水面 射入马尾枣团间 闪闪发光的马尾枣团 随波咬翼 小龟们开心地在这一片 漂亮的马尾枣团 快乐地游玩 当特殊在马尾枣团间的光线 越来越亮 小龟们的眼睛 都快要睁不开了 当他们再度睁开眼睛的时候 已经回到了故乡 澎湖望安海滩 这个时候 通过成长考验的小龟们 我们想起旅程中 所经历过的场景 心中都充满了感动 与自信 小龟们决定要带着这些勇气 继续踏上成长的旅程 小朋友们 其实小龟的成长考验 就像是一趟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的旅程 遇见小黄七味 使我们体会到生活就是一种学习 多去探索不一样的地方 让自己的生活更加丰富 多元进入 其余让我们知道了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天赋 发挥自己的才能 让学习更加快乐 适信扬才 小丑鱼告诉我们 和同学之间相亲相爱 一起成长学习 好开心 合作学习 抹香精 因不断地学习 而感到快乐满足 是我们的好榜样 终身学习 所以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的精神 就是希望我们像小龟一样 勇敢地多元探索 找到属于自己的马尾早团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